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來 我們請工作人員把麥克風交給靜茹 靜茹今天又拿下了最佳演藝的歌手 謝謝 真是太開心了 真的 因為其實 怎麼講 就是在台上唱歌的那一刻 永遠是我覺得 我當歌手最重要的一刻 那在演藝獎演藝的方面 如果被肯定的話 真的是那種 就覺得百感交集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學華南老師 我跟他已經是 大概是海螺新樂獎的時候 在吉隆坡的時候 在海螺時期 就是他是老師嗎 然後會在那個小小的 Office裡面跟我們說話 然後教育我們啊這樣子 所以一陣感動 非常非常感動 謝謝大家 但是今天晚上還有另外一個大獎 就是在馬來西亞方面 獲得了一個傑出歌手獎 對 馬來西亞傑出的歌手很多 但是我相信在大家心目中 靜茹的也是非常傑出的一位 那馬來西亞是一個講 你的心情怎麼樣 怎麼樣啊 就是覺得說 很好就是現在越來越多 馬來西亞歌手 都會很努力的想要做好 然後很多的創作人也開始就是 可以互相 就是像我不會寫歌 他們就會常常給我很多好的作品 所以我希望我能夠 因為書道已經十年了 其實我覺得像那樣的那個獎 希望以後也可以更多的性格可以拿這樣 對啊 馬西亞的那個所有愛唱的朋友 也要加油 好 來我們現場媒體朋友有問題對不對 我們演技的歌手之前 大家都覺得你今天好 自己跟他一樣是公式吧 所以你得到這個唱功 有什麼話想要跟他一樣說 哈哈 跟他說 他今天已經得了 也有大獎啊 所以我很替他開心 然後我覺得他的唱功已經 大家都不用再懷疑了 而且他已經是良界的那個歌后了 所以我覺得是 我們應該是互相分享彼此的喜悅啦 然後當然見見面的時候 還是會以那種身份就是說 要怎麼樣我的那種 但是真的是開玩笑的 因為我知道他最近也在忙演唱會這樣 那像我們都會互相鼓勵 演唱會的話也會拍VCR互相祝福 所以我希望以後可能 因為唱歌的路很長 那有可能有很多新人背出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像那種 前輩站在台上一起唱歌的那種 對啊 嗯 那你通常得角會怎麼樣講 會對女老師說 會對女老師說 我很少欸 我很少在在女老師說買東西 通常都是 生活壓力很大時候才賣東西 但是我通常會不停的打電話 所以我等一下會一直打電話傳簡訊這樣子 告訴一些很重要的人 我的唱樂樂樂這樣 嗯 重要的人包括我哪朋友 啊 哇 你們說呢 好啊 謝謝進入 我們現在 我問題想去打 電視媒體的朋友也想來 我問一個 就是做一個簡短的訪問 謝謝謝謝 好 謝謝